第1901章本源海修炼 薛宁和徐灿这两个人 自然是入不了主见的 主见 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主见上 都是从阴阳天和水木天出来的人 说白了 都是自己人 用的是最放心的 哪怕薛宁和徐灿立下了大道誓言 但谁知道 他们是不是拥有几条大道啊 韩非自己当初 可就是随便立下大道誓言的 根本无所谓 造就第二松复仇者号 韩非只要随便从自己的本源海里 挑一艘就好了 自己如今的本源海 已经发展成了半陆地 半海洋的世界 这里 有天空 山脉 有河流 有大海 有森林 有果园 唯一还缺的 可能就是太阳和月亮了 韩非倒是不着急 自己现在 可以尽可能的往本源海里 送入混沌之气 其实 封四王姑错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韩非的本源海 如果哥以前 在高强度的战斗下 韩非的确只能撑上石来西 甚至都不到 但是 现在不同了 韩非的本源海极大 历经时间加速几百年的发展 韩非并没有扩大本源海 而是跟老乌龟研究着 怎么让自己的本源海 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 夏小禅他们进入过韩非的本源海 也都极为惊讶 原来 这就是辟海境所谓的辟海 本源海可以容忍 这一点 已经确定无疑 除了容忍之外 这个世界越真实 越能滋生大道之气 而这种状况 才是韩非可以维持自身状态的根本原因 此刻 韩非心神沉浸在本源海 将风刺王那里掠夺来的极品灵石 堆积到自己的极品灵石山中 有地脉泉水 注入自己的本源海地脉之中 将灵泉 灌注入自己开辟的灵脉之中 将灵果等物种 栽入灵果园之中 是的 韩非现在抢劫 已经不单单是为了消耗这么简单了 韩非现在 基本上将自己劫掠到的任何可再生的 可孕育类的资源 都进行了安排 风刺王 身价几千万 极大的满足了韩非对资源的需求 而练妖狐 在信完风刺王的本源海之后 韩非发现 自己的本源海 已经极为牢固 似乎有继续开拓的苗头 韩非再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信息 却见眼中信息浮现 主人 韩非 等级 90级 屁海 沧海万祖谱 9806 棍盾之气 9896 精神力 588869 感知 60万里 力量 166806浪 第一灵脉 未知 第二灵脉 未知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铃鱼82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地阙87级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七层虚空降临术王级神品 在阴阳天的那时年间 韩非吞噬了苍龙血脉 生命层次终于提升到沧海万族 百万名之内 但是 韩非发现 越往后 更高级的血脉就越难得 而自己家的 这些个可以看得见的血脉 自己一个都没法用 所以 血脉吞噬的事情 暂时就被韩非搁置到了一边 而混沌之气 韩非这些年并未主修 也就是出来的这一年 连续狩猎了两大王者 炼妖虎主动吞噬了他们的本原海 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成长 但是 猎妖虎应该无法全部吞噬掉别人的本原海 否则 自己的混沌之气 应该不止这么多才对 此时 韩非只是为了来看一眼混沌之气的 如果狩猎一个王者 才增加2000多缕混沌之气 那这混沌之气的增长 也太慢了 就这个问题 韩非跟老乌龟抱怨过 差点没把老乌龟挤气着 老乌龟说 韩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现在 韩非看着自己的各项数据 不禁悠悠一探 区区一个风似王 极限爆发之下就那么恐怖 若是自己真要对上不死者海盗团的那位 不知道有几成胜算 老乌龟道 你现在的实力 可一点都不弱 巅峰战斗力 就算不入暴乱沧海前十 也得入前三十 你现在差的 就是好好琢磨你的大道 韩非微微点头 倒也是 碧玉石桥 现在是越来越难走了 再这么下去 得走下坡路了 此番 韩非离开阴阳天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便是他发现 自己原本可以提升三倍的战力 出现了疑似下滑的迹象 这个下滑程度 大概是从三倍到了2.8倍这个样子 韩非很快就明白了 增幅下滑的原因 那是自己对大道本身的理解程度 不够了 随着实力的提升 自己大道提供的增幅越来越低 除非 自己能更深一步的领悟自己的大道 但是 这种事情 不是说想一想 就能想明白的 所以 韩非这一次出来 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试图在暴乱沧海 更深一层地去领悟自己的大道 韩非沉默的这会儿 大多数人都已经开始自发地疗上了 多达二十余 深受重创 大部分的资源 都用来重塑身体了 韩非回神 也没立刻给他们治疗 而是问道 你们可见识了 这就是掠夺浙海盗团的力量 即便只留下了部分中层 给你们去战斗 你们也很难将他们击杀 这代表着差距 这代表你们抢夺的资源还不够 代表你们还不够强 未来半年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继续磨练 那边薛宁和徐灿 似乎为了刷一刷存在感 只听薛宁道 韩王 此番要王天有大事件 据说是囚老太太 练出了八品神丹 此番 三十六玄天 许多人都在前往要王天争宝 我们可以去干一票 八品神丹 韩非还没惊讶 复仇者号上其他人却是一脸猛逼 心说八品神丹 是什么东西 不少人看向韩非 而韩非又没吃过八品神丹 哪里能说得清楚 总归肯定是好东西就对了 但是越好的东西 越是烫手 不是谁都能拿下的 只听韩非道 都别瞎想了 等什么时候 你们成就扮王之词 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现在五年魔力计划 继续 韩非一句话 就打消了众人的期待 而韩非则偷偷传音下小禅几人道 此番 你们历练 我和丫头去一趟 张玄玉 都不带我们 韩非 你扮王了吗你 张玄玉 要王天炼制出八品神丹的消息 韩非自然早就知道了 而且 宋开元几人 也告诉了过韩非 但是 不用想 韩非就知道各大先公 定会有大量强者感知 这要是万一触到什么眉头 说句不客气的 自己怕是就跑不掉了 别看韩非现在的巅峰战力 的确是强得一塌糊涂 但是 也不能小觑了暴乱沧海 几万年下来培养出来的强者们 就在韩非击杀封四王不久 暴乱沧海 各地有亡者一动 又一尊亡者 陨落 这已经是这一年间 暴乱沧海第二次有亡者陨落了 在第二天 五帝城就有新的消息传了出来 据说掠夺者海盗团已经成为了过去 复仇者海盗团 寄生时大海盗团 成了排名第四的超级存在 此消息一出 各大势力驻守五帝城的人员 纷纷哗然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韩非第一个动手的目标 竟是掠夺者海盗团 一下子 就把自己干到了第四 一时间 各路情报 第一时间送回 半个月之内 整个暴乱沧海都迷了 复仇者海盗团 这么强势的吗 还有 韩非的实力 完全成了迷 掠夺者海盗团 可以排入十大海盗团第四 不是没有原因的 能在这个位置 就代表着他有这个实力 如今 却被韩非拿下了 这意味着 韩非的实力 要远远超过了封四王 最后 五帝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韩非已成王无遗 且战力标准 直接排在了暴乱沧海 屁海榜单的第39位 这个位置 原本是封四王的 现在轮到了韩非的手里 半个月后 距离要王天千万里之外的 飞航线地带 只听韩非道 今日 本王会允许你们进入 本王的本源海中修炼 但是 记住了 入了本王的本源海 你们需要自带资源 这么时候 自己的资源修炼完毕 可以跟本王界 但终究 是要海的 听明白了吗 入本源海 众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而洛小白和夏小禅 第一时间 参议地看向韩非 夏小禅 你要把本源海 暴露给他们 洛小白 不是说 本源海不能轻易暴露吗 韩非笑道 我自会设置避障 让他们无法看透 我的本源海 他们将来 会是阴阳天和水木天的 最强主力 而要王天 近来强者云集 所以 无论在哪 都不会安全 只能来我的本源海了 第1902张新的身份 和别人不同 在韩非的本源海中 承载着大量的大道气韵 哪怕进去的所有人家起来 想要撼动 恐怕也是难成大事 韩非考虑过一件事情 要不要暴露自己 时光加速的力量 曾经 时光龙里说过 时光大道 不同于其他大道 此道涉及时间长河 或会被时光神殿察觉 老乌龟也说 一旦时光加速超过了十倍 就是禁忌之数 时光神殿不会允许 韩非琢磨了许久 心想 可以小赌一次 倦宁和徐然 自然是没有这种机会了 韩非也不会允许这些外人 进入自己的本源海 暴徒学院的人 韩非自然能相信 至于其他的人 都不好说自己还做不到 绝对的相信 所以 这时光加速 韩非直接缩减到了五倍 相比于十倍速的时光加速 五倍速可以说已经不凡 修炼一天 等于外界修炼五天 终归比修炼一天 是一天相多了吧 哦 韩非调整了时光加速的级别 但是 并没有告诉这些人 本源海可以时光加速 这种私密的事情 自己没必要讲 讲了 除了能装个逼 恐怕就是引起众人的猜测和好奇了 只听韩非道 本次修行 为期半年到一年 已经战斗魔力了一年 你们也需要好好的闭关一段时间了 我给你们这个机会 等出来的时候 可别还是现在这个水准 韩非不在乎自己压迫式的培养方式 这些人都是天骄 无论是领悟力 还是资源利用效率 都是极高的 他们自己 也有自己的决心 而韩非要的 就是让他们尽快变强 变强 再变强 到图学院这边 曲静南和林渊道 我们在伴尊敬 已经停留不短的时间了 也是时候突破了 洛小白 在这里突破无妨 你师兄这点资源 还是有的 对了 关于时间的问题 不要告诉任何人 曲静南以及新月等人 纷纷点头 他们自然不会傻到 将韩非师兄本远海的秘密 给说出去 事实上 在这里 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进来的人 也不会察觉 就算哪天 他们发现了什么端倪 难道还能来询问不成 外界 薛明和徐然两人 韩非没有收入恋化天地 纵开源他们六人 此时也没有 韩非此刻 看向宋开源道 你之前说着有一个合适的身份 可以让我昏入要王天 是什么身份 如果只是一般的身份 对我来说是没用的 纵开源道 我当然知道 虽然七神宝树 可以模拟任何一个人的身份 但是 伪装成什么人 他的身份才是关键 据我所知 这一次 要王天念出的八品神丹 足有七枚之多 没有足够的身份 几乎是不可能接触到神丹的 听说 这次的神丹 会对外出售五枚 竞争之激烈 可想而知 我 韩非不由道 你能提供我什么身份 此时 一直都没说话的剑会 忽然道 我的小师叔 王一剑 此人 六零零零年前堕入魔道 叛离了剑神功 我们对外讲 小师叔必关多年 其实他是被剑神斩了 肉身还埋在剑池之下 韩非不禁眯着眼睛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们就对我说了 纵开源道 船长 我想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阴阳天和我们太玄 剑神己功 应该是确定无疑的盟友了 剑悔道 一剑师叔陨落 早被外界猜疑 当年 他就是因为妄图开辟剑功 才入的魔 至到如今 不如趁师叔的名号还可以用 拿来用用 韩非 开辟剑功 剑悔 类似于开天 韩非明白了 之所以 自己可以用这个身份 是因为这王一剑非常需要这八品神丹 而且 是志塞必得的那种 这样 王一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争夺这八品神丹 韩非笑道 你们看起来 早有准备啊 纵开源笑道 船长 要王天这事已出 其实就算你不用这个身份 我们四大公也会安排其他人用这个身份 去争夺神丹的 韩非不禁无语 你们以为 自己能证得到 纵开源 光明正大地争 凭我四公的实力 应该是可以争的一枚的 韩非琢磨着 如果论财力去争 好像还真有这可能 但是 你们是不是太单纯了 上回 剑神出手帮了自己一把 怎么还会有人愿意卖剑神功的面子 而且 不论是宋开源 还是剑悔 都没明白韩非的个性 他是那种会正大光明 和别人去竞争的人吗 一枚六品魂丹 可以卖出五百万天价 七重到魂丹 据说更是有价无事 根本没有人卖 八品 天知道要贵到什么程度 反正 韩非是坚决不会掏出一分钱的 但是 王一剑这个身份 倒是可用 只听韩非道 好 这个身份我用了 剑悔帝出一枚遇见 淡淡道 这是一剑诗书的过往信息 韩非微微点头 剑回几人 也消失在了韩非的身前 被自己收入了本源海之中 韩非将心神沉浸到预剑之中 一扫之后 不禁还被这王一剑给震了一下 这家伙 是个天才啊 802岁成王 302岁开辟剑功失败 剑遂而入魔 被剑神斩于物剑台下 此人特立独行 一生没什么朋友 常年游走于飞航线之中 曾经独立一人 给剑神公开辟了三条航线 他交过手的生灵不计其数 几乎没有一个 能挡住他一剑之威的 这个人物角色 简直完美地契合自己 唯一让韩非感觉疑惑的是 剑神公准备的这个人物 也未免太契合自己的了吧 自己自创大道归一剑 自己曾扮演过雪战 所以高冷无比 自己现在巅峰实力 强到可以列入暴乱沧海批海径 前数十名 这一切 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韩非下意识地通过九宫七运尺 测试了一下 发现是平挂 这才稍稍放心了 不管如何 从今日起 九宫七运尺 每天都得测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十天后 韩非以王者大谷 和从封四王手里夺来的定海一宝残片 淬炼了一柄红色长剑 这柄剑 其不凡处 在于它是由四十九块碎裂的剑体组成 碎片之间 还留有一些距离 看起来就像是一柄坏剑 可是此物 依旧保持着剑形 立在韩非身后 在薛明和徐然差异的目光中 韩非的身体 变得修长而精瘦 韩非的头发变长 而且变成了唇白之色 韩非的脸上 显得十分阴郁 而眼神中则充满了淡漠和死气 至于身上 韩非随便掏了一件纯黑色的袍子 这形象一改 让人第一眼看到 就知道此人不凡 根本不敢稍有得罪 而此时 距离八品神丹成丹之日 还有半个月不到 各大仙宫 基本上呆来的人 都差不多已经来了 因为除了那八品神丹之外 届时还会有一场盛大的灵丹盛会 到时候 会拍出大量五品和六品结丹 事实上 这些五六品的结丹 才是吸引这么多人来的根本原因 药王天 药王谷 延绵在群山之中 此刻 药王宫的入口处 来往的修行者络绎不绝 药王天 多的是炼药之人 所以 其城市的范围是极小的 而且 群山鸾杖之地 适合各种大药田的生长 在药王天 最多的是聚灵师 聚灵师可以很好的培育药田 正是这个原因 药王天强者 其实一点都不少 哪怕是药堆出来的强者 那也绝不少于任何其他先公 甚至论数量 能体敌太清无极之流 这几日 入药王天者 不计其数 但能入药王谷 确实不多 此刻 在距离药王谷 还有数十万里之地 夏小禅还提供道 我还是不习惯 你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 不过 还别说 这样还真挺帅的 能把张璇玉拎出来比一比了 韩非黑着脸道 严肃点 你现在 是我的贴身剑士 好好抱着你的剑 夏小禅 你身后 明明挑着一把剑 为什么我还要抱着三把 韩非 你抱着的 不是剑 是钱 只听韩非道 风神天的人 到现在都没出现 讲来 多半是不会来参与这要王天的盛会了 我们走吧 至于薛宁和徐然 韩非并没有带着他们 被韩非丢在了千万里之外的航线之中 他们可以跑 也可以等 算是韩非对他们的一次考验 夏小禅 你就不怕 有旁人认出我来 我一旦暴露 你的身份可藏不住了 韩非咧嘴笑道 应该不至于有人会想到昔日娇人王族的公主 会变成一个村公的模样吧 啊 我要死你 你说谁村公呢 我要死你 信不信 韩非 第1903章目光如见 韩非和夏小禅 皮皮闹闹地网要往谷而去 不过 这一次 韩非之所以带夏小禅出来 可不是为了过什么二人世界 而是 韩非的确想引风神天的人出来 风神天 作为一个特殊的先公 韩非感觉 这一先公 已经被安家的力量给残食了 从上回王允之地一行 就可以看出来 风神天出动的诸多强者 都只是为了干掉夏小禅一人 这让韩非不免想到 为什么 他们如此执念地想要干掉夏小禅 就算安家是一个恐怖的势力 也没必要远隔亿万里 安排这么多人 宁愿拼掉无数强者 也要干掉夏小禅吧 韩非在武帝城的时候 也想买过这个情报 但是 价格他根本付不起 左姓 自己也不急着去花钱了 如果风神天的强者 愿意来送人头的话 韩非倒不介意收一批 顺便 也掉一掉纯黄点 看看这人会不会赶着要王天的圣点 过来找公主 片刻后 要王谷的山门 这里有批海禁强者 带八名扮王镇首 为的是何时来者的身份 实力 还有资源情况 要王谷盛会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参与的 此行 来者将会是三十六玄天 有头有脸的人物 几乎不会有什么低级身份的人出现 此刻 要王谷山门处 有些人正在过检 韩非远隔几十万里 就看见有批海禁强者 到了山门处 那人只是微微停了一下 然后 就直接进了谷中 不是王者 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过检 确认身份 如此 方能进谷 故此 在要王谷前 其实不少人没能立刻进去 毕竟 何时身家 安排使用各自先公的大树 回答一些问题 都需要时间 这要王天的人也不嫌麻烦 非得一个个核实 韩非河下小缠道 无视他们 我们直接过 韩非有这个底气 剑神功的王一剑 曾经的天骄爵士 至少 自己辟海禁的实力 足以凭实力 过了这要王谷山门 要王谷山门 一个中年王者 盘膝坐在山门旁的一块青石台上 此刻 正有两女子 向那中年人行礼 范音天 古语音 古语乐 见过中王 来者是范音天强者 等待的人中 有人道 是这两位 据说 在王允之地获得了大机缘 如今俩人据说实力暴涨 然而 古语音和古语乐等了半赏 却并未得到回应 当即 有要王天的伴王笑道 两位 请随我来 此行 还需要两位赢明一下资源 确定俩位的确有这个财力 参与此番盛会 古语音和古语乐脸色微变 我们如此有辨识度的人 他要装作看不见吗 俩人不禁皱起眉头 要王天平要崛起 现在这是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了吗 但是 毕竟范音天是外海域的先公 古语音和古语乐也没有办法 只能去咽一下子了 忽然间 只听有人道 看 太清宫的那位来了 众人纷纷回头 只看见无对手射击而上 在他身后 跟着太清宫伴王七八个 尊者巅峰五六个 之所以是无对手带队 那是因为太清宫的一位王者早就进去了 确实 那些鼎鼎罢名的王者 哪会愿意跟一群伴王进小辈 一起走山门 旁边有不少人讶异 太清宫的天骄 也要来征担吗 有人道 八品神丹自然是无缘的 但是七品神丹 还是有可能的 无对手上来不久 就看见混沌天的五号 无疾天的李星恒和北唐轩 李星恒看向无对手 无兄来得早啊 无对手懒懒道 不早不行啊 总不能被你杰族心灯了不是 李星恒阴郁一笑 这话说的 太清 无疾不分家 无兄这可就见外了 无对手坦言道 是不分家 但无敌路得分生死啊 希望李兄此番 能讨得神丹才好 否则 就可惜了 这俩人一出现 就是针尖对脉盲 互不相让 当然了 前提是这里 没有值得他们注视的对手 哪怕有一个五号 但在他们看来 五号的实力 还不够和他们分庭抗礼的 在无对手 他们上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 是朝着那人微微拱手 无对手 太清宫 无对手 见过钟书 李星恒 无疾天李星恒 见过钟月前辈 五号 混沌天五号 见过钟王 嗯 敬吧 那中年人 眼睛都没睁开 他说敬则敬 这钟月 也是个明白人 感知在己人身上扫了一下 确认没问题 也就放行了 毕竟 是排名前三的 先公天交 若是真拦在门外 只会徒引不必要的麻烦 而在他们之前 古语音和古语乐俩姐妹 此刻不禁皱起了眉头 心说就因为先公不同 待遇差别就如此之大 却见无对手 还扭头看向这边 不禁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无 这两位 好像有点印象来着 李兄 他们是谁来着 李星恒歪头 看了一眼 不认识 无对手微微耸肩 无 可能是记错了 倒是五号看不下去了 人家 好歹也是范英天的一代天骄 轮得到你们如此贬低吗 只听五号道 两位 有点过了 无对手歪头 看了五号一眼 喉咙里不禁发出一丝不懈的声响 歌正当此刻 众人或人间感觉到 旁边盘坐的中越王者出手 横击天语 只听中越 口中低喝 阁下说尽就尽 当我要王天无人了吗 不少人纷纷看向天语 不禁露出诧异的表情 这特么谁啊 竟然这么嚣张 当着王者的面 直接横渡虚空 企图直接进入要王天 当两道身影出现在高空白米处 韩非的脸都已经黑了 我尼玛 你是眼神不好 还是怎么低吗 老子我像是普通人吗 你要王天 是不是飘了 连剑神宫的第二剑神 都赶拦 关键是 韩非不得不出来 如果他不出来 那就变成了强闯 只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公当韩非的身影一线 无数人抬头看去 但是 一眼过后 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人啊 但是 虽然他们不认识此人 此人身后飘着的那柄剑 实在是太过显眼 碎裂之剑 除了那奇异的剑 那一头的白发 和仿佛力剑出鞘的气质 在暴乱沧海 只有两个地方会诞生 一个 是太清宫 另一个 是剑神宫 这人 明显不是太清宫的 太清宫的强者 就没有这样的 事实上 看一眼无对手 皱眉的表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 只能说明一件事 此人来自剑神宫 众人根本看不透 此人的实力 很多人当即就明白了 此人 乃屁海静强者无疑了 却听无对手 轻哼了一声 不是所有屁海 都可以直接进入 要亡天的 太清宫和剑神宫 本就敌对 离什么好遮掩的 无对手一句话条是 他不怕自己 被此人对付 若是此人敢在外面 对自己出手 自会受到太清宫的制裁 这一个小小的激将法 为的就是 落寒飞的面子 让寒飞日后 对自己出手 这样 自己可引太清宫强者 图了此人 也算是削弱剑神宫的一份实力 这就是强者的逻辑 他们看得会很远 一个小小的举动 可能极有深意 然而 无对手显然没看准 寒飞的脾气 也低估了寒飞的实力 扑 只看见寒飞眼神 朝他只是看了一眼 无对手直接口喷鲜血 无敌意识瞬间庇护自己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觉得一阵心悸 无对手亥然 他根本没想到 寒飞会在这种情况下 堂而皇之地出手 这还仅仅是一眼而已 若是寒飞盯着他多看几眼 恐怕他的半条命都要折进去了 然而 忠越却豁然挥手 大道之力平地抬起 企图阵散寒飞的力量 可是 寒飞自觉被落了面子 焉能如此放过此人 却见寒飞身上的气势 猛然一放 大道意志化作无穷建议 瞬间斩掉了忠越的大道 扑 那忠越 也没比无对手好到什么地方去 当场 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整个人立在原地 连洞弹一下的机会 都没有 不过 感受到要往古深处有感知扫来 寒飞这才收敛了力量 只听 寒飞轻轻开口道 你敢拦我 忠越当时 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特么到底谁啊 在我家的地盘上 竟敢如此狂妄 然而 就在这一刻 要往天深处有声音传出 只听一道妇人的声音道 一见先生 何必跟小辈计较 他们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 寒飞感受到这声音的强大 这才不动声色道 王者不可直视 这话他们忘了 第1904章面 妖狐一动 寒飞的强势和霸道 直接将下方 包括忠越在内的所有人 都给震住了 旁人震惊的是 这人 在要亡谷出手伤人 竟然浑然无事 也没人出来碾人 要知道 要亡天是所有先功 都不太会针对的一处先功 因为多半大要 只有亡亡天可以炼制 就如这八品神丹 试问三十六玄天 谁家能炼 今日 此人当面打脸 竟然连一句呵斥都没有 这不像是亡亡天的风格啊 无对手心头亥然 这人到底是谁 一剑 似乎对手历史瞳孔一缩 脑海中想起一个人来 传闻中 已经销声匿迹六千余年的 剑神功绝顶天骄 王一剑 剑神功说 此人于六零零零年前闭关了 也有人说 此人入魔叛门 逃走了 还有人说 此人早已陨落了 但是 从来都没有个真正的答案 但是 各大先功 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此人三零零零年就问鼎王者巅峰 试图开辟剑弓 一剑开天 虽然失败了 但是 也足以证明他的可怕实力 未曾料 一个销声匿迹六零零零年的人 竟然出关了 无对手当即明了 这人为的 怕是八品神丹无疑了 对王一剑来说 哪怕七品神丹 都屁用没有 若论实力 整个暴乱沧海 他真若出手 恐怕能入屁海进前十之列 只是 因为王一剑消失在人前的太久了 所以才从屁海榜上下来的 很快 就有不少人反应了过来 他们在看无对手 在看中月 心中竟有几分解气 这些年 要王天确实是越来越飘了 而太清宫的人 向来自明清高 就更不用说无对手这种级别的天骄了 那更是桀骜无比 众人就看见 在天穷之上 韩非一步踏出 消失不见 只听李星恒的声音悠悠道 连来者是谁都不知道 就敢乱说话 我不禁开始怀疑无凶的脑子 是否还正常了 无对手冷哼一声 直接跨入鼓中 跟着消失不见了 全场 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只有中月 自觉难堪得很 同时 他的心头又十分悍然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二剑神吗 作文这王一剑 有一个一剑图王的尊号在 说的便是他剑道造诣之高绝 但是 王一剑的强霸 只是一个方面 要王天之所以并为和韩非发生矛盾 其根本原因 是这王一剑一生桀骜不逊 此人性格如剑 遇事则杀 杀性太重 要王天并不敢得罪他 就好像要王天也不敢得罪太清宫一样 王一剑这个人 事实上没人敢得罪 因为这是个完全不看三十六仙宫面子的人 不管是哪家 哪怕太清宫的人 他说杀也就杀了 说句不客气的 今日如果有太清宫强者 真的敢挑战王一剑 除非他已成皇 否则恐难逃一死 剑神宫和无量天等四大仙宫 能够在三十六仙宫中屹立这么多年 不是因为位置难寻 靠的其实是剑神宫的战力 无量天的狂暴 太玄天的智慧 琉璃天的秘术 要往古深处 这里有楼阁几多重 各封山巒上 多有建筑 要田散步于山野 群山间灵气充盈 在这群山的最中央 有一片圆形开阔之地 这里建设成了要往古的中心之地 乃是真正的要往古 韩非邪下小禅进入此间 要往古深处 一个满头白发 面容却有显年轻的妇人 此刻面色凝重 看向虚空 此人 不是囚老太太 又能是谁 只听囚老太太道 本以为剑神会亲自来 未曾料尽会是她来 囚老太太身后 一个年轻女子道 老师 这第二剑神 实力是不是不如剑神 求老太太哼了一声 这时间 有时候不仅仅要看实力 剑神的实力虽强 但是她总归对自己 是有约束的 相对来说 要更温和一些 但是 此人不同 此人 目中无人 无法无天 她若动怒 浮尸万里 实力必在暴乱沧海 屁海前时 真杀起来 不会是一个 两个 以前 一直盛传此人已入魔 叛离剑神功 理想到 她是真的在闭关 而与此同时 太亲功来的 依旧是鸡旋 在看见 韩非伤了无对手后 本来 她是欲动手的 但是 韩非并未进一步动手 而是在群山之巅 随意找了一座 灵气充沛的山峰 直接盘膝而坐 韩非往那一座 那座山峰 仿佛变成了 一柄迎天之剑 一个人 改变了一座山体的气势 这让鸡旋 也没了找说法的念头 倒不是真的有多怕 王一剑 她鸡旋 现在虽然不一定能入得了 暴乱沧海 屁海前十 但也不会真的 就弱了这王一剑 毕竟 她是来买药的 这药还没出现呢 真要跟王一剑对上 后果难料 连太亲功的鸡旋 内心都是如此想法 其他人 更不会去惹这位大神 就任由她盘坐在山巅 当然了 也不敢有人去接待 求老太太 当然也不会安排人去接待 人家已经住下了 还接待什么 山巅 下小禅无语 这就没人管咱了 韩非 没人管正好 我们的位置 如此的明显 等我再布下一层大道建运 谁敢敢知嫂来 直接震碎 这样 就方便我去偷东西了 下小禅 你该不会 是想把那八品神丹和太上紫烟炉 一起偷了吧 下小禅觉得 这很有可能 以韩非的个性 这种事 完全有可能干得出来 但是 她立刻就补充道 恐怕 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八品神丹 求老太太恐怕根本不会离开太上紫烟炉 韩非道 万事皆有可能 但现在 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距离那八品神丹大城 还有几天时间 要抢 也是神丹大城之后再抢 否则 那么好的丹药 若是毁了 我岂不是抢了个寂寞 下小禅 合着咱们进来 就只是在这里坐几天 韩非 不要急 不管能不能成 这一回咱们总是能摸清地形的 再说了 我八品神丹偷不到 七品神丹难道偷不到 就算七品看守的人多 我要是弄些五六品的 难道也弄不到 三天后 要往古来的人越来越多 但再多也没超过千人 出乎韩非预料的 五帝城也有人来 正是那书店老板张洛天 传说能为猎暴乱沧海 屁海进钱时的顶级强者 韩非这才想起来 五帝城 也算是暴乱沧海的一大势力 而且还是顶级势力之一 而且 五帝城是个财大气粗的 一个情报 随随便便赚一个亿出来 买一枚八品神丹 韩非觉得是没跑了 这八品神丹至少有一枚要被五帝城给拿走 韩非不禁嘖嘖无语 五帝城太轻混沌 无极各拿一枚 这八品神丹就只剩下三枚了 按照要往天之前的想法 自家想留两枚下来 那么 自己能竞争的 就只有最后那一枚了 韩非觉得 若是买的话 可能不是买不起 但是 自己的家当得空了一大半 还好 自己从一开始 就没准备用钱买 下小禅手里抱着的 是三柄定海一宝 外加韩非背后这一柄 足足四件定海一宝 就是为了来竞拍这八品神丹的 就这 韩非也没指望 自己能竞拍得到 就算自己能竞拍到 也是要抢回来的 这日 要往古的单节广场之上 就看见一个白发妇人 手持白色鼓杖 掌心盘旋着一座紫色的卤顶 缓缓走了出来 求老太太走出来的那一刻 就听见刷刷刷破须之声不绝 一尊王者率先而至 跟着 数以千计的尊者 汇聚而来 其中 爱王竞强者和尊者 巅峰竞强者 占了大半 大家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很久了 所以 注意力一直都关注着这边你 然而 盘坐在山巅的韩非 果然间 精神一震 本渊海中 韩非发现 练妖狐在颤动 小藤正在舞动 像是被什么触动了一般 小藤 韩非不禁悍然 难道是练妖狐的其他藤蔓 可是 韩非并没有看见 有小藤的存在啊 难道是自己感觉出了问题 或者说 练妖狐也需要八品神丹 只听下小禅道 这求老太太 怎么回事 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怎么提前将太上紫烟炉 给拿了出来 这时候不是承担的关键时期吗 韩非眯着眼睛道 不论如何 这单我们拿定了 韩非没说要拿太上紫烟炉 因为这种级别的宝贝 肯定是认主的 求老太太一个心念 太上紫烟炉就会被收回 自己想要抢太上紫烟炉 就得先拿下求老太太 到现在 韩非都还隐约觉得 自己答应万毒老祖 是不是答应得太过爽快了 这时 只听求老太太道 此丹备受关注 为保万无一失 最后这一天 老朽将在这丹节场上 让各位亲自观摩审丹出事 第1905章地阙的另眼相看 只看见求老太太伸手一挥 太上紫烟炉 化作三丈紫烟 立于广场之上 或许求老太太自己 也没念及此丹的重要性 或许 他就是故意的 故意彰显要王天的炼丹实力 但不论如何 如今这太上紫烟炉 直接被置于广场之上 韩非 就算有双子神术 但若是在这么多 屁海王者面前偷要截炉 这就有点吹雨了 这里实力可入屁海前列的强者 不在少数 甚至 那张洛天 是公认的屁海前十的强者 那么多双眼睛 都落在太上紫烟炉上 难不成自己还能用黑雾之身过去 掀开带子 钻进去不成 此刻 太上紫烟炉中围 紫光阴晕 有三阵紫色雾气通过热量的方式 从炉内蒸腾出来 有人暗叹 这就是太上紫烟炉 都不知炼制过多少神丹大药 据说 光凭此炉里的烟火器 随便丢点东西进去 都能自发地凝炼出三重道文丹来 韩非不禁微起眼睛 还在想 这玩意 怎么弄 本来 韩非还打算趁着丹炉开启的前夕 在外界万众期待之下 自己偷摸摸溜进去搞点事情的 可现在 穷老太太竟然将炉子搬出来了 自己还怎么搞事情 忽然 韩非心头一动 好像 也不是不可以挨 韩非想到 今日 出现在这里的 可都是各大先公的强者 其中 不少人都是自己的敌对势力 自己不能正大光明地搞事情 那为什么不能入魂还搞他们 一念及此 韩非心头 当即砰砰跳动起来 小黑小白的升级速度 本就不快 这些年 自己也曾进入魂海 但是 越往后 小黑小白吞噬掉的原始灵魂兽 没几个 就被破出来了 从原来可以多次升级 到现在进入一次 都升不了一级 韩非 也是没辙 但是 现在这机会就来了 自己何必去吞噬原始灵魂兽 这里 有诸多王者在此 自己大可以吞噬王者的灵魂兽啊 说干就干 韩非的本源海中 正在修炼的身外化身 眼睛一亮 随着他心念移动 一大片无主之魂 通过虚无之线 暂时控住韩非的身体 而韩非 则对下小禅道 待会儿 静心盘坐 不管谁的感知扫过来 你都无需过问 下小禅不惊道 怎么了 韩非 回头再跟你解释 我的神魂 需要暂时离开一下 下小禅心头一动 神魂离开 他不禁道 你要去魂海 韩非微微一愣 心说 也是 魂海的存在 在阴阳天或许还算是个秘密 但是 在暴乱沧海 可就不一定了 韩非道 不错 下小禅 小黑 小白 现在多强了 魂海杀敌 神魂会暂时离体 若是这期间 有人找来 韩非 放心 肉身的问题 我自有办法 建在距离承担之时 应该还有一天 我有分寸 对别人来说 进入魂海 或许很难办 需要布阵 需要怎么的 但是 韩非不同 韩非只需要一双子神术 在本源海里进去 就可以了 片刻后 翁帮韩非神魂附着 于小黑身上的时候 那种奇妙的事也又回来了 只是 这一回 小黑 小白都入了尊 或许 实力和当初也是 今非昔比了 韩非感受到 小黑身上 似乎有无穷的力量 肚中仿佛有乾坤 当韩非看向周围的 游过的那些灵魂兽的时候 第一时间 就发现 有不少灵魂兽 并非原始灵魂兽 而是有主的灵魂兽 而且 周围遇见的这些灵魂兽 和在阴阳天中遇见的 完全是两种级别了 韩非看见 有百丈蛟龙般的身影 有闪烁着彩色光运的带鱼 如同山体般的螃蟹 还有蛇尖风锐的贝壳 其中 大部分的名字 韩非自然是不知道的 但是 韩非可以看见这些灵魂兽的等级 就自己所在之地 韩非就发现了大量的尊者巅峰级别的灵魂兽 还有少量的尊者镜级别的灵魂兽 根据现实中 人物距离的远近关系 韩非只找了片刻时间 就寻觅到了单截广场那边的灵魂兽群 在不发生战斗的情况下 灵魂兽一般是不会发生动乱的 韩非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吞噬 目前只是在观察 只看见韩非眼中一连串的信息浮现 无无对手89级的金剑罗 看起来甲壳坚硬无比 要是钻进去肯的话 肯定没啥问题 李星恒89级的极线虫 看起来就像是一根肠蠢似的 不怎么想下口啊 知梦天 疑 南宫羽 87级迷津双头蟒 这个大补 得吃 或 鸡悬 89三尾蟹鱼 竟然是洪荒易寿 这玩意 只怕就差肚结了吧 这玩意吃了 怕是能直接升级了吧 嗯 北玄冰 89级当王蛊虫 为什么无疾天的都是虫子 韩非给这些人 都来了个标记 其中 光是韩非认识的 就不下百人 这个认识 主要是在王允知的认识的 这百人中 韩非一共确定是53个敌对势力的存在 其中 唯有两只灵魂兽 引起了韩非的忌惮 一个是狂诗天的红月 这家伙的天赋灵魂兽 竟然已经成亡了 韩非不禁暗骂 这个老银币 拥有一只屁海境天赋灵魂兽 他这么藏着掖着 怕是没边什么好 不过 韩非猜测 此人竟然隐瞒了 自己的天赋灵魂兽 那就是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不要攻击他 那么这家伙就没必要进入本源海 找自己的麻烦 另一个 是囚老太的玉天禅 同样是屁海境天赋灵魂兽 按照夏小禅的意思 暴乱沧海这些人 是可以进入魂海的 如果真有屁海境的天赋灵魂兽 对自己展开猎杀 那么小黑小白也是危险的很 不过 也得亏是囚老太太的天赋灵魂兽 因为囚老太太是要王天的强者 他是最不可能让神魂 离开自己的肉身 进入魂海的 否则 天知道 在他神魂进入魂海之后 外界会不会发生什么 不可预估的事情 那样 他可就得不偿失了 八品神丹 不容有失 韩非快速地拟定了计策 而的确 一直都是站在小黑的脑袋上 小黑的神魂发生了变化的第一时间 的确就察觉到了 琢磨了半天 的确这才说了一句 你不会是想吃掉这些天赋灵魂兽吧 韩非疑惑 你知道是我 的确 你没有小黑凶性 韩非 我是准备吃掉这些天赋灵魂兽 不能吃吗 的确沉默了片刻 倒是能吃 但是 你不怕灵魂兽入魔吗 这种修行方式 是凶兽的修行方式 当灵魂兽彻底魔化 最后 就只能轮位我等洪荒凶兽这般 凶兽就是凶兽 凶兽是没法成为神兽的 韩非还是第一次 知道还有这么个说法 以前 自己只知道魂海里面 会诞生恐怖 可这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道道 韩非不禁道 成神兽 有什么好处 的确盯着韩非 看了半晌 然后道 神兽是正统 就像在万族中 正道 魔道 邪道一般 韩非 那凶兽 可以成神吗 的确 可以是可以 但永远也冠不上神兽之名 一般可称魔神 邪神 只会被人憎恨 韩非疑惑道 是不是被人憎恨 这很重要吗 能成神不就行了 难道会比神兽什么的弱 的确愣了半天 这 倒是不会 的确可能是被韩非的这个思想 给惊到了 以韩非那全力以赴 拯救阴阳天人族的个性 他难道不是那种正义之人吗 然而 的确哪里知道 对韩非来说 什么魔道 邪道 正道 都无所谓来着 韩非 除了称呼不同 啥都没变化 为什么不能吃 吃 的确 以后 你将面临永无休止的追杀 杀戮 会永远伴随着你 韩非神念嗡嗡 我从小 就这么过来的 打架 我熟得很 吃 的确盯着韩非 看了半天 第一次用有点欢快的语气说 你这人 还可以 一天后 太上紫烟炉外的紫气 越来越浓郁 只听求老太太道 诸位 太上紫烟炉 开炉在即 解看天际节云 正在汇聚 此单 必成八品 待会儿 请不要干扰本王开炉 更不云祖爱神单度节 这话 求老太太只是说一下 意思意思 大家又不傻 这里大多数人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一幕了 只是他们以前见到的 都是其他品质的灵丹 档次没有这么高而已 夏小禅的心 还提在那里 现在 场中还没有乱 这意味着韩非还没有动手 若是韩非当真动手了 这会儿 早乱了 夏小禅不禁看了韩非一眼 这是等着开炉度节时 准备动手 只是 夏小禅不清楚的是 韩非 是如何确定这个时间的呢 第1906章魂海大战 实际上 韩非哪里能确定魂海 外界的时间 他只是一方面在关注求老太太的玉天禅动态 一边看周围那些普通灵魂兽的动态 若是真的有灵丹出事 至少 会给点反应吗 韩非根据以前进入魂海的经验 琢磨着 一天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了 也正是这会儿 忽然间 韩非就看见 周围的灵魂兽 几乎在同时间 微微移动了一下 这仿佛是一个信号 让韩非知道 是时候开吃了 当即 韩非毫不犹豫 操控着小黑 直接呲牙 第一目标 是鸡拳的三尾蟹鱼 是的 韩非并没有因为鸡拳是王者 而有半分的忌惮 你是王者不错 但是 你的天赋灵魂兽 又不是王者 的确的心情 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以前 对韩非也并不反感 那是因为他知道 虽然韩非为了人族的大义 做了很多事情 但本质上 韩非不能算个完全的好人 现在一看 这特么 跟好人也不沾边啊 秋行世间 一切都要争 所谓的正义和邪恶 都是于始 只要实力强大之后 可以制定规则 通过跟韩非的一番聊天 的确也出手了 那三尾蟹鱼 本来实力不凡 身上甲壳厚重 嘴里刚牙如神兵 浑身其如利刃 韦若风斯 真正的一代凶物 结果 还没等他怎么着呢 就感觉到大脑子里面 魔音震荡 如有魔物入脑作祟 紧跟着 他只听见自己的身上 发出卡卡卡的声音 却是一大片血肉 直接被利爪撕扯 被鸟会吞入 他的肚子上 就更惨了 直接就破了个大洞 脚黑 小白的战斗力 岂容小觑 当初 小黑还是一级的时候 看啥咬啥 刀鱼的刀 在他嘴里 跟锅巴似的 嚼得蹦脆 这三尾蟹鱼 虽然是八十九级半王靖的强者 但是 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 战斗得不到发挥 直接被小黑钻了 巴唧 巴唧 巴唧小黑那大口 瞬移的速度 几乎是绕着哪个生灵嚼上一圈 哪个生灵就变成骨头架子了 现在 自然也是如此 滚海之中 三尾蟹鱼突然出生 顿时惊奇一片动荡 不少天赋灵魂兽 飞速离开 企图看清情况 然而 等他们看清情况了 就看见三尾蟹鱼 只剩下了一个鱼脑袋 巴唧只看见那鱼脑袋上 也啃出了一个大缺口 脑子部分 像是被一个无形大嘴 给吞掉了一般 翁果然 不出韩非的预料 小黑小白的成长本来就慢 自己在阴阳天都留了十年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几百年 理论上 突破是理所应当的 这步 这三尾蟹鱼还没吃完 小黑小白身上就光泽流转 咔嚓一声就纷纷突破了 外界 九老太太大喝一声 还有最后一刻 此番开炉 诸位见证 切莫干扰老朽 哒哒哒就看见 太上紫烟炉的炉盖 快速颤动了起来 从颤动时露出的缝隙 只看见大片的紫气蒸腾 却见天穷之上 黑云翻滚 似乎是结云正在酝酿 哗啦突然 当炉盖飞起 只看见一株青色的小藤 被子火笼罩 小藤之上 七枚滚圆的红色珠子 挂在藤上 呲 有人不经传音 不是说炼丹吗 这怎么看上去 像是这小藤上 长出来的果子似的 有人 近一声 或许 这就是人家的炼丹方式 八品神丹 那效果 你以为呢 有人道 你看 那丹药上 的确是有八道道文 而且 那文录和历史上 见过的所有道文 都不一样 空谋 这时 天际处雷霆轰隆 众人知道 丹结郁郁的差不多了 下面就是丹药杜结了 众人处于惊叹之中 而诸王 其实也是惊叹无比 八品神丹 连出现的效果 都是不一样的 眼看着 那根小藤越飞越高 天穷雷霆已经按捺不住 雷狐不断 似乎立刻就要砸下来似的 忽然间 正在关节的鸡旋 皱起了眉头 不知为何 冥冥中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 直觉告诉他 天赋灵魂兽有些躁动 只是 碍于现在正是八品神丹度节之际 自己倒是不太方便召唤出天赋灵魂兽 无对手 正惊讶于这八品神丹 暗暗握紧拳头 若是这等神丹 能归于自己 成王之事 怕不是得板上钉钉了 正当他看得起静之时 忽然间 感到有点不对 他的脑子 突然揪心一疼 像是有什么东西 碎裂了一般 他感觉眉心刺痛 好像自己的天赋灵魂兽想要出来 无对手震惊 难道连我的天赋灵魂兽都感受到了这八品神丹的功效 想要出来争抢了 轰蒙当第一道丹节降临之际 岔开了无对手的心神 丹节已经开始 只是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这天节 为什么降临下来 就是紫色的 就连求老太太自己 都已然震惊 这怎回事 从来 就没出现过紫色的丹节啊 这回是第一次 难道这八品神丹 要比自己想象中的 更加可怕 求老太太面色凝重 八品神丹 她不是没练成过 自己的有生之年 练制过三次八品神丹 但是 唯有一次如今日这般 难道 是那根小腾的问题 求老太太心头震荡 唯有人知道 她是在逐渐的练丹中 发现这朱小腾有问题的 这小腾 本是她从自己宝库里 无意中发现的 本来 她觉着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所以 就丢入炉中 试试看效果 结果 求老太太震惊地发现 太上紫烟炉中 海量的能量和自己投入的所有资源 竟然全都被这小腾 给吸收了一个干钱净净 求老太太练了一辈子的丹 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期间 小腾并没有这么大 也比较枯短 但是 在自己的不断练之下 小腾竟然开始生长 长着长着 这小腾就开始长出藤叶 花费了多年心血 小腾除了嫩芝在 芝上还挂起了芝麻粒大小的红色丹果 这一幕 让求老太太震惊 她第一次发现 神丹是可以长出来的 哦 不对 求老太太以为 这是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催生出来的 也就相当于 是自己的练出来的 因为这七枚神丹 求老太太 本是想展现他们度节的一幕 展示一下他们的魅力 也好跟个大仙公要个高架 但是 求老太太也没料到 会出现紫色丹节 如人度王节一般 有蓝色有紫色 难道丹节也有 这更代表着 这七枚神丹 与众不同 只是 求老太太正在兴奋之际 却忽然听到脑海中 玉天蝉竟然主动强行跟自己说话了 只听玉天蝉到 魂海之中 出现了两只凶兽 正在疯狂狩猎灵魂兽 求老太太 不仅仅是求老太太 另一边 狂诗天的红月 也听到了来自自己的天赋灵魂兽 千木偶的传音 有凶兽在狩猎灵魂兽 红月一愣 凶兽 千木偶 是的 灵魂兽中 也会诞生凶兽 他们的追求 不是正统神位 而是邪魔之道 但是 这两只灵魂兽 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操控的 啊 红月当时就迷了 有人操控 果然间 红月和求老太太 几乎都是脸色大便 有人在魂海狩猎 玉天蝉 是 非常凶残 有一只鸟 还有一只无形的生灵 无 对了 我看见了吞铃鱼 求老太太 吞铃鱼 红月 吞铃鱼 你开玩笑 那种玩意儿 能出现在这 呲 你确定是吞铃鱼 眼前 神丹度节 求老太太知道 一旦事发 后果不堪设想 只听求老太太道 你有办法 击杀他们吗 玉天蝉 如果是那只白色吞铃鱼的话 应该没问题 但是 还有个看不见的灵魂兽 很难把握 而且 那鸟也很不凡 我不敢杀 你不敢杀 当时 求老太太都迷了 什么生灵 是你不敢杀的 可求老太太的对敌方是不同 红月心头悍然 你给我夺远点 不敢杀就别杀 天塌了 有个子高的顶着 鸡玄和北玄冰这些人都在这 有事 让他们去处理就行了 千木偶 我已经跑了 指望他们 怕是不行 他们俩灵魂兽 已经被吃了 红月 第1907章 你在质问我 在这一刻 求老太太和红月 都知道韩飞来了 但是 此刻正是单节的关键时期 已经降下了三道紫色单节了 这个时候 若是将这韩飞正在魂海狩猎的消息说出去 避讳大乱 届时 若是有人暗中对单节做手脚 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 求老太太 在第一时间 并没有将这事说出来 对外的借口 她有 自己正全身心练单 心神权在神单上 别人也没法指摘自己啊 别人的灵魂兽 死了就死了 关自己什么事 而红月 就更不会说了 她本就一直在隐瞒 此刻 哪会为了别人的灵魂兽 把自己的秘密给抖露出来 在确定了是韩飞动手之后 红月琢磨着反正终会有人发现的 自己如果接出来 一个是暴露了自己天赋灵魂兽已经成亡的消息 另一个万一被韩飞发现是自己揭露的 那自己可不够韩飞打的 就在前几天的消息 复仇者海盗团 干掉了掠夺者海盗团 据统计 说是除了风四王陨落了不说 掠夺者海盗团陨落了五十余尊 杀得那叫一个血流成河 自己狂失天 不过是外海域先公 即便自己隐忍至此 偷摸摸将天赋灵魂兽都培养成了王者 但是 就战力而言 自己也并不一定能是风四王的对手 估摸着 也是半斤八两的 韩飞既然能杀风四王 那八成 也有那个实力可以斩杀自己 所以 红月坚决不能出手 丹杰还在继续 但也就在这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里 有许多人 都感觉灵魂兽出现了问题 灵魂兽 虽然可响应主人的召唤 但能主动引起主人注意的 确实不多 但不多 不代表没有 今日来的 可以说是整个暴乱沧海 三十六仙宫中最顶尖的一批存在了 一个个潜力都是极高的 甚至连天脉都有 所拥有的灵魂兽 自有不同反响的 忽然间 只听无极天那边 李星恒的眉心 突然闪动了起来 不少人纷纷皱眉 有王者 甚至直接投来了怒视的目光 但是 李星恒却并未在意 只看见虚空 一条被肯德鲜血淋漓 只剩下小半截的躯体的极限虫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不好 李星恒突然召唤天赋灵魂兽 不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 这里大部分人 都感应到了灵魂兽 有点不对劲的状态 但是 一个 寒飞吞食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大部分的天赋灵魂兽 还算是安全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上心 另一个 就是八品神丹即将问世 很多人都以为 是神丹引动了灵魂兽 并没想到其他的原因 但现在 看见李星恒的天赋灵魂兽 这般惨样 顿时间 大多数人都察觉到了不妙 鸡血手当其冲 暗道不妙 低喝道 有人在魂海狩猎 嗡嗡嗡只看见众人 纷纷将天赋灵魂兽祭出 这会儿 哪里还能顾得了八品神丹啊 神丹虽好 但那还不是自己的 多半还是会被太清 无疾这些先公的王者给拿去 大多数人 还是为了七品神丹和五六品的道文丹来的 他们也能为了不影响丹杰 不顾自己天赋灵魂兽的生死呢 这灵魂兽一祭出 顿时间 就炸光了 鸡旋看着自己那特么又生体的 只有一级的三尾蟹鱼 整个人都气炸了 混账 赤水 无对手 脸色难看 自己的金剑罗 怎么特么的变成罗罗蛋了 到底是谁干的好事 难攻雨滴喝 不好 泥金双头莽 变成又生体了 北玄冰看着自己的那又生体刀网蛊虫 脸色难看到 心横 无疾天所有天赋灵魂受完好者 入魂海 有人高呼 哪个魔道邪修 伤天害理 竟敢在此地作乱 求老太太 这时候装不下去了 没想到 这才第五道丹节 魂海里的那家伙 就把自己给暴露了 你就不能再拖点时间了 只听求老太太洋装喷了一口血 仿佛是心神刚刚回归 只听她喝道 诸位 玉天禅告诉我 来者是双生阴阳吞铃鱼 是双子神术 韩非来了 中月 开启护岛大阵 即刻封岛 谁都不得离开 韩非必须拿下 李记 为我护法 我心神不能离开八品神丹 求老太太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然后 重新站定 这事 她管不了了 韩非会双子神术 防不胜防 我哪知道她会来这 而且 要王天此次的来者这么多 我哪里能防得过来 你们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 我也提供了信息 你们只要自己去找韩非 就好了 但是 双子神术 这玩意特么怎么找 却见 无数道神魂 快速扫过千里之地 屁海境的感知范围 更远 但是 这些神魂 在扫过某一座山峰的时候 都会表现纤维的压抑之色 这王一剑 好孤僻 距离众人如此之远 而且 感知在探查他的时候 立刻就被他周身剑气给搅碎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 但是 起初 众人也没在意 这位本来就邪性 而且 玉天禅已经说了 来者是韩非 滚海里出现的 是双生阴阳吞铃鱼 所以 也没人把王一剑和韩非联系在一起 滚海中 韩非在追捕极限虫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好了 韩非算是知道那里心狠 为什么狂得一匹的原因了 这虫子 跑的是真的快 哪怕被小黑盯上了 即便有地却出手 但还是能连续打断掉了五节身躯 跑了 虽然地却立刻召唤心魔 扯住了极限虫 但韩非刚杀到 李心恒这家伙 竟然将极限虫给召唤了出去 韩非抓了个季末 当然了 这条极限虫 被韩非啃掉了一大半了 只剩下一小半逃之夭夭 也无所谓了 不过 韩非知道 这极限虫一出去 自己在魂海中狩猎的事情 就曝光了 果不其然 仅仅过了五夕时间 韩非就发现 在周围 不少天赋灵魂兽就灵动了起来 有好几只天赋灵魂兽 直接朝着小白 冲了过来 在看那些灵魂兽的眼神 韩非就知道 魂海来人了 但是 这些人还不算是很强 此刻 就韩非吞食的这片刻功夫 小黑小白已经连生三级了 主要是吃得太好了 都是捡着半王级别的天赋灵魂兽吃 而且 品质要么是洪荒凶兽 要么是善古一种 还有传奇类生灵什么的 反正 一顿吃下来 比得上小黑小白几百年的修行效果 可见 小黑小白被自己养得有些受罪了 连吃都没得吃 既然已经暴露了 韩非也并不在意 这只不过是韩非的身份 曝光了而已 但自己现在 并不是韩非 自己是王一剑 他们要找韩非 那就找去吧 即便有人已经发现了小白 但是 韩非怎么会允许小白出事 只看见冲上去刷刷刷 就干掉了一只鬼须摩油 吃过一处 小黑再次消失无踪 这是韩非第一次 开始了魂海之战 韩非感受到 被吃的那人 同样在试图逃逸 当韩非最后一击 将这丝彻底干翻之后 韩非发现 那鬼须摩油的魂体碎裂 然后消失了 只听的确 附近有屁海净灵魂兽 你差不多可以离开了 咦 等一下 再逗留一会儿 再离开 外界 只听北玄冰突然喝道 一见到有 所有人都放开了限制 任由查探 你依旧安坐 封锁山巅一鱼 一声不吭 不合适吧 这里 毕竟有多名王者 感知查探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有人注意到了 一只盘坐 从不动弹的王一剑 就连八品神丹 他都不看一眼 难道你不是来买单的 不少人 纷纷往韩非这边的山头看来 即便是鸡选 也是如此 然而 韩非并未说话 只听夏小禅道 我家主人 岂容他人查探 北玄冰顿时脸色一横 哼 居居一个剑士 也配说话 完了 北玄心虚空一点 直接点向夏小禅 实际上 他只是为了看一看韩非的反应而已 他当然知道 韩非此人极为乖张 而且 能被尊为剑修神化 自恃不凡 但是 众王已经扫过附近几千里内 乃至整个药王天 几乎所有能感知的地方了 都没发现问题 只有韩非那儿 根本不允许被人查探 谁的感知过去 都被绞碎 一点情念不留 都是顶级强者 虽然知道王一剑狠 但是他们就不狠了吗 鸡玄微微摇头 北玄冰还是年轻了 虽然灵魂兽被吞 这事情的确很严重 但是 你要去质问王一剑 也不是现在问啊 而是等到丹杰过了再说啊 等丹杰过了 自会有求老太太 来处理这事 你现在 如此嚣张地 出手 而且是对付第二剑神 王一剑的剑势 即便是试探 都不可能简单说两句就完事了 果然 在北玄冰出手的那一刻 韩非豁然间 睁开眼睛道 你在质问我 第1908章 一剑图王 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若想进入魂海 他的魂体 会投射到天赋灵魂兽的体内 灵魂都不在现实世界了 那么 他是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动作的 肉身 就如同一尊死人一样 不会动弹 更不可能说话 现在 众人见韩非都已经说话了 许多人直接松了口气 在他们看来 这至少证明 王一剑这个人 没问题 但是 王一剑虽然没问题 可北玄冰这些人却知道 十年前 韩非强闯蛮荒深渊 剑神出手了 这第二剑神的王一剑 很可能会庇护韩非 在他作证的这一亩三分地 说不定 就是韩非的藏纳之地 毕竟 若韩非施展双子神术的话 再得到强者庇护 旁人的确是没法找到他 通知看见韩非身后 那柄碎裂之剑 豁然出现 剑明惊天 一剑刺破了北玄冰一指 就仿佛戳破一层指那么简单 不少人纷纷提了一口气 王一剑出手了 虽然很多人知道 这太轻无极都很强 但是这不代表剑神功就不强啊 这王一剑 在历史上 可是真正的绝代天骄 三千岁 就试图开辟剑宫 破开天门 这种人 难道就会好惹 北玄冰被韩非如此姿态地呵斥 面子上 已经过不去了 只听他道 一剑道友 从入门那一刻到现在 一直都盘坐在这山巅之上 有没有想过 换个地方呢 既然都杠上了 北玄冰也是当仁不让 剑神功再强 那也得依赖四公联合 这王一剑 以前虽然骄横 但是 他还能在这要亡谷 堂而皇之地动手不成 现在 可正在渡丹节 这王一剑 岂敢动用这片天地间的力量 然而 韩非直视北玄冰 谋中兵朗淡漠 白发被微风吹拂 微微飘起 只听他道 你在教我做事 北玄冰脸色一冷 王一剑 不要转移话题 你都不怕你的天赋灵魂兽 被狩猎了吗 然而 韩非却声音轻缓解冷漠 灵魂兽 早记见了 北玄冰 众人 如红月等老王 则纷纷摇头 这事 他们还真不知道 不过 这些剑修 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别说灵魂兽祭剑了 狠起来 连自己都能祭 所以 当韩非理所当然的说出 灵魂兽被祭剑了 众人竟出其地 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意外 对王一剑这样的人来说 修剑道 要各批的天赋灵魂兽 花只看见 韩非豁然起身 只看见伸手间 那碎裂之剑竟从韩非的身后 主动飞到了韩非的身前 剑尖朝上 剑柄朝下 似乎在等着韩非将他握住 韩非双手垂立 并未触碰剑柄 而是用充满杀意的眼光 看向北玄冰 声音悠悠道 这么多年 你是唯一一个敢对我出手的人 或许 有人已经忘记了我的名号 自明号 很多人愣了一下 不是说第二剑神吗 难道在名字之外 还有其他的说法 忽然 有人惊呼道 除了第二剑神 这位 还有过一剑图王的美誉 难道 不少人 震惊地看向韩非 不会吧 就为了这么点小事 这会儿 不知道为什么 八品神丹的丹节 似乎不香了 众人纷纷将目光 落在了韩非和北玄冰的身上 上一次 北玄冰一指之威 击溃了韩非的一道分身 这一次 韩非倒不是真想对付北玄冰 韩非只是想把场面搅乱而已 因为 他不会允许小藤和小藤上的果实 落在其他人的手上 所以 韩非伸手了 只看见北玄冰目光一冷 传闻 你王一剑有一剑图王的称号 但终究也未能开天 七日之荣耀 不知在今时 是否还受用 北玄冰虽然是后起之辈 但在王一剑那的时代 也是绝顶天骄之辈 他成王 也不过比王一剑晚了八零零年而已 事故 从理论上讲 他们所差的时代 其实不远 这步 北玄冰双手一开 食指如玉 必绑有寒冰凝结 有人压抑道 冰云爪 那是冰王的独门定海一宝 据说有冻结神魂 冰封血脉之能 这两人 难道现在要在这动手 要往天那边 忠越高呼道 两位 而今正在渡丹结 何必此时动手 有什么事 至少也得丹结过了再说 北玄冰其实是不太想打的 正所谓声明之下 无需是 就韩非这副装扮 里外都透露着写信 但是 韩非的气势压人 给人的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大 本来 北玄冰就是因为 韩非不给查探 才对着那边说了一句 他以为 万一 韩非就藏在 王一剑的庇护之下呢 这可是说不准的 毕竟 剑神搬过韩非 这第二剑神 没道理会不帮 实际上 有这想法的 还有很多人 与此同时 韩非自知 王一剑的身份 已经安全无余 这才心念一动 试图召唤地雀 为什么是召唤地雀 因为地雀是那种召唤了 也不一定出来的家伙 他甚至可以在 魂海之中 和自己沟通 如今 自己的主魂不在 自己一旦联系上地雀 就代表着需要 从魂海出来了 魂海中 韩非控制着小黑 还在疯狂吞噬呢 脚白的速度奇快 不是什么生灵 都可以靠近的 而因为有地雀的存在 欲天产只是试探性的 做出了几次攻击 但是地雀目光一鸣 欲天产感觉魔从心生 所以并未真的强势出手 这混 小黑小白已经连声刺激了 忽然间 地雀道 我感受到了你的召唤 你的魂体不是在这吗 谁在召唤我 韩非心头一动 是我的身外化身 看来 是时候出去了 外界 韩非放开了剑狱 众人的感知 已然可以落在这山巅之上 然而什么都没有 也正是放开剑狱的同时 韩非但莫道 要王天 先分清楚 谁先找的事 说话的同时 韩非单手握在了那碎裂之剑上 公安一瞬间 仿佛诸般大道在汇聚 一股至唇的力量 在剑身涌动 有人害人 这是什么力量 我竟从未见过 然而 只听鸡玄面色凝重 一字一字道 先 灵 知 气 那一刹 忠越贺道 前辈 且慢 然而 忠越什么当似 焉能喝动 王一剑那等人物 韩非根本理都不理 反正 跟着北玄兵 有辛劳救账要算 顺手干掉 他也成 这一刻 韩非的力量 直接攀升至巅峰 除了仙灵之气 在剑身涌动的 还有洪荒凶煞之气 反正 北玄兵也不是笨蛋 见此一幕 当即贺道 王一剑 要战也非此时 你是故意 破坏此番丹结吗 只听韩非声音淡漠 我不动此间天地能量 而且 破坏者 是你 天上地下 从无人敢惹我 你既找死 我成全你 抓翁却看见 两种力量在交织 煎灵之气和凶煞之气交缠如箭 直接杀向了北玄兵 北玄兵 向来是极度自负的一个人 认为暴乱沧海能胜自己者 寥寥无几 但是 面对韩非的这一剑 北玄兵只觉得头皮炸裂 这特么 是什么剑 剑之一道 可以修到这等地步 北玄兵想要召唤自己的天赋灵魂兽来着 只奈何 自己的灵魂兽 都被人家搞死了 还剩下的两只契约灵兽 虽然也是半王境 但在这力量下 有和没有 没什么差别 翁 只看见北玄兵的身上 附了一层蓝色兵甲 他的手中 玄兵叠起 水雾如泥滩 企图挡住韩非这一剑 不远处 张洛天微微摇头 何止是仙灵之气 一剑先生的剑道杀意 已经呈现出了洪荒凶煞之气 这两种力量 均是开天尽强者所用 莫不是 一剑先生已然开天 北玄兵脸都绿了 他哪里能料到 韩非说出手就出手 而且一出手就是必杀之剑 这特么不是要命吗 那一刻 北玄兵即便动用了秘法 但有感不敌 只听北玄兵喝道 鸡凶帮我一把 鸡玄此刻 全当没听见 心中吐槽 你特么脑子有毛病啊 这是开天尽的剑道 你让我来帮你挡 我挡你个球啊 北玄兵环顾周周 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 正所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自己可以跟任何一家挑衅 但独独不该跟见神天的疯子挑衅 特别是这个王一剑 本来风平就不佳 自己脑子抽了 才会跟他挑衅一下 这期间 北玄兵看见了 正在渡截的八品神丹 此刻 神丹正在渡第八道天节 北玄兵当即心头一震 总归 自己的命 应该比这所谓的神丹更重要吧 借天节 来抗衡韩非这一剑 应是不错的 唰 就看见北玄兵 直接躲到了八品神丹的身后 这一刻 球老太太坐不住了 只听她喝道 北玄兵 你欲破我神丹 要王天 与你不死不休 可惜 那千军一发之际 球老太太喊得也太迟了 因为 韩非那恐怖一剑 连带着神丹 天节 北玄兵 一起给批了 空某龙天穹被撕裂 球老太等屁海强者 悍然 这特么 是准备拆了要王谷吗 空某 恐怖的爆炸之中 虚空坍塌 北玄兵身体崩碎 但北玄兵可还没死 只是感觉神魂被某种特殊的力量 给禁锢住了 那一刻 北玄兵的脑海中 有一道声音出现 恭喜你 猜对了 所以 你得死 却倒是 天穹之上 一道血色裂痕忽然之间 横贯天际 此顿时间 所有人都晋升了 心头惊骇无比 北玄兵 被人一箭干掉了 第1909章89玄丹 话说 北玄兵陨落的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 都猛了 人死了且不说 然而 却看见天穹之上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出现一道 浩浩天解 此劫落下 砸入了那坍塌的虚空之中 众人合力 刚刚抵住韩飞这一箭的余威 就看见天穹中 竟出现了第九道天解 在所有人都在 震惊北玄兵陨落之际 九道太太却惊呼 是九道丹解 九道 我练出了九品神丹 翁暗一刻 九道太太一律而上 顾不得先磨煞的恐怖余威 直接冲入那坍塌的虚空之中 可是 紧跟着 求老太太哀嚎的声音 就响彻天计 我丹呢 谁偷了我的丹 嗯 怎么可能 难道是韩飞 不可能啊 韩飞哪有机会偷丹 他什么时候从浑海出来的 有人骇然 一定是双子神术 替海静施展双子神术 可能效果出乎我们的预料 韩飞小儿 无耻贼偷 还老身单来 那一刻 求老太太气炸了 自己千房万房 万万没想到 霍元静从浑海中出来了 韩飞此人 必是算到了极限 扑求老太太当场 喷出一口鲜血 要王天的王者 李济连忙道 公主 只听求老太太喝道 封锁要王天 任何人不得离开 不得跟外界联系 说完 求老太太也顾不得席卷 要王谷的恐怖力量 而深怒是韩飞所在的方向 王一剑 老身自认并未苛待于你 你坏我要王天大事 抑郁为何 然而 只见韩飞的目光 直视求老太太 你在 贞问我 哦 又是这一句 无数人闻之悚然 刚才 北玄冰就是因为 没忍住韩飞这句话的侮辱性 回了一嘴 结果现在被人家一剑图了 现在 求老太太走上了北玄冰的老路 众人都止不住 想让求老太太闭嘴 你练丹 的确是举世无双 但是论打架 你还不知道排在哪呢 但这一次 只听韩飞淡默道 我出剑 只为诛杀刚才那人 韩飞难得的解释了一句 但也只是这样不清不淡的一句 言外之意 北玄冰想平单截 挡住自己的先魔煞 谁能料到 这是不怪北玄冰 难道怪我咯 此刻 无极天的天骄门 全都骇然 特别是李心恒这些人 眼看着自家的王者 被人一剑吐露了 他们是真正的第一次意识到 剑神天的人 太强了 这特么还是第二剑神 随手一剑吐一王 那真正的剑神呢 不少人 心头了然 怪不得 剑神无量太弦流离四宫 能在内遇相安无事 就特么这种战斗力 试问 有几个人 敢去挑衅一下 求老太太被韩飞一句话 给问的没声了 求老太太这才意识到 这会儿 怕是不能找这位出气 王一剑的风平 本就如此 一言不合 大开杀戒 在这种剑修的眼里 强者就是用来屠戮的 除了剑 他们没有任何感情 韩飞盘坐在山巅未动 而求老太太一句话 被顶了回来 也不敢再找韩飞麻烦 其他人 自然不会自讨苦吃 倒是夏小禅 感觉背后都湿了 也不知道韩飞 怎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老神在在在的 更让他惊讶的 是韩飞这一剑 是什么鬼 真的 就一剑图亡了 这一刻 夏小禅心头 有无数问题要问 但因为还在要王天 也就暗纳住了 实际上 韩飞的本源海中 炼妖狐正在跟一根小藤 相融合 韩飞看得心热 那小藤上 的确是挂着七枚神丹 看得他直焰唾沫 要说这小藤 是怎么弄来的 那当然都是韩飞算好的 韩飞磨磨蹭蹭 没出剑 就是为了等丹节降临 因为韩飞知道 这一剑会极强 毕竟 将黑雾之身和仙魔煞 一起打了出去 北玄兵眼看挡不住仙魔煞 肯定得找能与仙魔煞抗衡的力量 这时候 正巧看见丹节降临 但凡换个王者 估计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 找丹节来给自己抵挡 因此 自己也就有办法 接触到小藤了 本就是炼妖狐的一根藤 所以 韩飞可以很轻易地收入炼化天地之中 至于最后的那一道第九重丹节 说实话 韩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韩飞猜测 是因为自北玄兵和自己 都进入了丹节的范围 所以引起了这第九道丹节的降临 此刻 第五根小藤 正在缓缓接入炼妖狐 也不知道囚老太太 若是知道自己灌注了无数心血 才炼出的极品神丹 变成了炼妖狐上的一根小藤上的果实 会有多大的心理阴影 但现在 韩飞确实开心了 每逢小藤出现 恋妖狐总归会发生一些变化 上一次 第四根小藤的出现 给自己带来了血脉吞噬神术 这一次 不知道还会有什么 在等着自己 等了半晌 当恋妖狐在本源海 旋转了半天之后 终于缓了下来 孤独 韩飞吞咽着唾沫 来到小藤前 韩飞不禁无语 心说 自己还真能沉得住气 本体神魂 在进入魂海的时候 可不知道 求老太太说的八品神丹 竟然就是小藤 否则 自己吞噬灵魂兽 怕是都没了心情 这会儿 本源海中 小黑 小白正在盘旋 连破四级 他们需要一点时间 来稳固 的确则好奇地看着练妖狐 不知道在想什么 当韩飞靠近练妖狐后 目光落在练妖狐上的神丹上 只见谋中信西浮现 名称八九玄丹 介绍汲取万物精粹 裂化而成的天道玄丹 此丹包罗万象 蕴含了诸斑神通术法 第一丹蕴藏金光身法 金光一线 纵月万里 秋金光纵月术 须于遨游天地间 第二丹敢物法向天地 以身为法 以身为乡 身为法向 头顶九重天 脚踏深渊海 法身三万三千丈 吞万乡入本乡 第三丹千变万化之术 物法天道 敢万象无常而长无穷变化 化身世间千万物 第四丹架物腾云 欲心浮海 上朝九天云与雷霆 下那地气凌运归去 正一片海 开一片天 此间我主乾坤 第五丹神魂出窍 开启人魂第八十 出窍时觉 山河粉碎 大地平成 念感天地万物皆不仁 持的人无我 法无我 天地无我 我自为天地 第六丹神体不坏 天地不灭 秋无上神体 孤如四季风云 声音雷霆轰鸿 目若日月星辰 体若四季 身如大地 血若江海 念如雨露 第七丹斩仙刀 穷吉八九 唯有一刀 驾可定海 尚能斩仙 神灵不出 水雨争风 备注八九玄丹 当前仅成熟第一枚 丹成之日 须得度丹结 方可食用 此腾须的滋养 徐徐图之 孤独话说 当寒飞看见 这什么八九玄丹的时候 整个人都猛了 一共七枚丹 各个不凡 看起来 各个都像是蕴藏神术一般 这等逆天之丹 一下子就结出了七枚 解看最后那第七丹 神灵不出 水雨争风 这霸气 韩飞当时就猜想 按着说法 是不是自己学会 斩仙刀的那一刻 帝尊都可屠戮了 孤独 韩飞再次吞咽了一口唾沫 这时 韩飞再瞧一瞧小藤 发现在这小藤上 自下而上 长的七枚红色小丹 唯有最底下的那一枚 上面出现了九道纹理 而其他六枚红色小丹 上面都是八道纹理 而且 更加明显的是 最下面的那一枚小丹上 金光灿灿 像是要成熟坠落的样子 不用说 这就是第一丹了 这一丹 号称金光身法 纵越万里 区域间 遨游天地 看起来 像是身法或者空间数法 可惜 韩飞现在 只是黑雾之身 这种神丹 还是等自己双子合一后 等四下无人之时 再行吞食来得好 而且 现在外界 在疯狂地寻找自己 若是现在双子合一 但凡有人感觉到微妙变化 自己王一剑的身份 还是不太保险 于是 韩飞也不急着双子合一 还好 趁着刚才 那空间坍塌的瞬间 自己收了小藤 随着爆炸威力沉落 钻入了太上紫烟炉之中 韩飞恭摸着 就算这些人想破了脑袋 也不能够猜到 自己把空间节点 定在了太上紫烟炉中 到时候 只要他们找不到自己 总不能所有人困在这 就算要王天有心想困 那也得看各家给不给他面子 至少 王一剑的身份 是不会讲面子不面子的 说杀就杀 这才是王一剑的风格 将通这些 韩飞饰演的王一剑 安然盘坐 他还故意将刚才的爆炸之地 来回巡视 露出微微皱眉之色 引得他人思量 第1910章 他明显是在报复 九老太太的八品神丹被一锅端 诸王寻查无果 要王天所谓的丹道盛会 哪里还敢再办 之前 还说有七品神丹和大量的五六品道文丹 准备对外出售 现在一看 韩飞都已经杀上门来了 一群王者 愣是谁都没找到 又有谁 会将自己费了千辛万苦 炼制的丹药拿出来 而要王天盛会不办了 自然 就有人想走了 北玄冰的陨落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北玄冰 乃是无极老祖北洛臣的亲孙 北玄冰一死 北洛臣现在 应该正在赶来的路上 别人不管走不走 都是无所谓 但韩飞肯定得走 千魔煞的仙灵之气和凶煞之气 虽然自己还有储备 但是 那无极老祖乃是开天竞强者 人家说不定 就用这仙灵之气 自己可以截杀北玄冰 但遇上北洛臣 那铁定没戏 所以 韩飞的胆知 在巡视了片刻 豁然起身 本王要走了 如果神丹找到 本王再来 韩飞毫不掩饰自己要跑路的心思 其实很多人也在看戏 心说 这王一剑 杀了北玄冰 北洛臣能够罢手吗 这俩一见面 一场超级大战 能跑得了 现在 王一剑要走 众人心头微微松口了气 而姬臣等人 则微微提了口气 看来 这王一剑的确还没开天 否则 他没必要来要王天买药 也没必要见北洛臣来了 就要跑路 很显然 他虽然可用出一些开天境强者的力量 但遇见真正的开天境 还是要耸 虽说剑修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 但不怕 并不代表会干等受死 凡修炼至今的 谁还不知道生命的可贵 但是 还是有人担心 是这王一剑庇护了韩飞 王一剑走了 说不定韩飞也没了 到时 跟谁诉苦去 便在此时 却见忽然间 一个半王静的少女 竟跑到丹杰广场上 执念韩飞方向 一剑王者 晚辈东方月西 要王天大士当生 您就要离开 虽然大家知道为什么 但谁又能证明 你不会将韩飞带走 毕竟 剑神公曾经帮助过韩飞 这很多人都知道 滑顿时间 不少人讶异 这丫头 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自己 在跟谁说话吗 就连求老太太 都脸色大变道 月西 闭嘴 然而 只听东方月西道 我知道第二剑神很强 但是 强 不代表就可以不讲道理 啪 当时 就有人一巴掌拍着脑门 这姑娘 脑子冲了吧 这王一剑 是那种会讲道理的人吗 不过 却也有有心人暗道 如果是后辈跟王一剑这么说 可能反而没事 难不成 王一剑还会欺负一个半王不成 果然 韩非顿了树西 看着东方月西道 首先 强者的确可以不讲道理 其次 本王剑阵要王天 那韩非不可能逃顿出去 他还在此间 至于他具体在哪 就看你们自己找了 说完 王一剑身后的碎裂之剑 分光剑影 展开虚空 韩非迫须而走 下小禅报剑相随 直到这俩人离开 东方月西才感觉到腿下一软 跟这样杀人不眨眼的凶人讲话 他是怕急了 也亏得他赌对了 王一剑并不会对一个后生晚辈动手 否则 就刚刚那番话 就足以让王一剑戳死自己 带到韩非真的离开 北唐轩面色惨白 他想搜寻北玄冰的尸骸 但是 人都被剿没了 哪里来的尸骸 王一剑 北唐轩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似乎在告诉自己 一定要变强 将来 要亲手手刃这王一剑 李星恒拍了拍北唐轩的肩膀 此事 非你我能够左右 自会由老祖主持公道 北唐轩 可恨 剑神功 全都该死 相比于无极天的北玄冰当场陨落了 太清宫的鸡玄 倒是缓缓松了口气 至少 相比于无极天 他们算是好的 虽然天父灵魂兽被击杀 变成了幼生体 但至少还没死 通过长时间的培养 还是能修回来的 而且 鸡玄庆幸自己没有和王一剑叫板 这一战 也让他见识到了剑神功的墙 以往 就连他都觉得 太清宫如此之强 怎会连剑神四宫都拿不下 现在看来 这是真拿不下啊 就算能拿下 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个第二剑神 就强到了这等地步 那么 真正的剑神呢 半日之后 因为其他人没有含非那个底气 所以 他们自然是走不掉的 各自被要王天的人 带下去 都集中在一起 住下了 而这时 北洛晨到了 北洛晨身影刚音现身 就看见丹杰广场上 李星恒等无极天强者 跪到了一片 只听北唐轩 眼眶通红 太祖 还请您做主 朱树 被剑神公王一剑纳斯 一剑诛杀当场 那贼人 凶狂至极 嚣张不可一世 太祖 您要为叔叔做主啊 北洛晨脸色难看 皱着眉头道 王一剑 他没死 北洛晨 不由得看向等候在丹杰广场上的 求老太太 简然 老太太现在还留在这 就是为了给北洛晨一个解释 求老太太声音地讲了一下经过 北洛晨的眉头 皱起更甚 实际上 求老太太根本不想跟北洛晨说话 如果不是北玄冰 贸然挑衅王一剑 如果不是北玄冰不敌王一剑 要依靠丹杰 助他抵挡王一剑的剑 也不会让韩非有机可乘 接走了自己的全部神丹 但是 求老太太实力不够啊 有些话 他没法跟北洛晨这样的开天竞强者说 只能把碎了牙 往肚子里淹 九品神丹 的确是重要无比 但是太亲无几等功的庇护 同样重要 否则 单单靠要王天本身 虽然也不缺王者 但终究 比那些在生死搏杀中走出来的野生王者 要弱了不少 北洛晨的感知 在此间扫荡了一遍又一遍 他看见了张洛天 也看见了鸡旋 张洛天一副老神在在 开天竞皇者又如何 再强势 他也不敢对五帝城的人动手 只听北洛晨道 鸡旋 现场情况如何 鸡旋叹道 前辈 还是兵王太极切寻找韩非了 这才冲撞了王一剑 而此人 的确乖张无比 他似乎 已经掌握了心灵之气 还有另一种强大的力量 此二者力量 明显的一剑 强大无比 杀意通天 屁海静 着实有些难以抵挡 北洛晨沉默许久 从虚空中 抓出一丝一散的力量 感受了一下到 好浓烈的凶煞之气 王一剑果然入魔了 入魔 鸡旋和囚老太太等人 纷纷诧异 看起来 那王一剑挺正常的啊 怎么 还入魔了呢 北洛晨并未解释 他的感知 扫过要王天 甚至 他连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物件都查探了 根本没发现韩非的踪影 只听北洛晨道 好一个王一剑 好一个剑神功 真当我无疾天不敢发动内战吗 北洛晨重重哼了一声 太像李星恒和北唐轩等人道 走 回宫 七天后 能查的人 都查过了 能找的人 也都找过了 可偏偏没发现韩非的踪影 但要王天 不能真的圈着别人 不离开 首先提出离开的 是武帝城 张诺天道 武帝城是来买单的 不是来被查的 跟着 各大先公 也都相继要求离开 基尘等人 也坐不住了 这一日 众人刚刚想走 豁然间 要王天有人没心闪动 自己的天赋灵魂兽出现 但是 他赫然间发现 自己的天赋灵魂兽 变成了幼身体 有人 骇然 韩非还在 韩非他还在 只片刻光景 等求老太太到的时候 韩非的天赋灵魂兽 早已消失的 无影无踪 这一次 不乏有三十六 先公的强者 被韩非吞了灵魂兽 顿时间 不少人心生恐惧 有人道 不行 要王天不能留了 有人脸色难看 瞬间将天赋灵魂兽 给召唤了出来 防止里面再出现问题 而这 似乎也变相 洗清了王一剑的嫌疑 既然韩非还在 那王一剑 怕是的确被人给利用了 求老太太 玉天蝉 真的抓不到 那小子的天赋灵魂兽 玉天蝉 真抓不到 我连他的另一边身体在哪 都不知道 而且 有一只怪鸟出手 他的气息很恐怖 连我也会受到牵制 求老太太 这可怎么办是好 这根本 就是个祸害 当年 就不该让阴阳天活下来 现在 他明显是在报复啊